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近開啟鈴鐺,讓新片可以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鼎鼎廣告 先說說樓市消息 民建聯今天約見李家超就施政報告提交建議 其中建議調低股票印花稅,以及為樓市辣椒減辣 建議港人購買第二套物業時,無需繳付15%額外印花稅 改為只需要支付首次印花稅兩倍 舉個例子,如果港人以500萬買入第二間物業 首次印花稅是3% 第二套物業的印花稅應該由目前的15%降至6% 他所說的第二套物業開始行雙倍印花稅 其實香港一段時間都是逛稅街 後來才加到15% 最近留意到政黨和團體 奉向李家超提交施政報告的意見 都離不開樓市減納和撤納 幕後的推手除了發展商之外 都想不到究竟有誰 另外在昨天的下午 股票流動性專責小組展開首次會議 由前證監會主席唐嘉誠主持 這個專責小組有13個來自銀行股票經紀 資產管理和投資金融專業人士所組成 根據南華早報引述3名消息人士報導 這個專責小組現在正在考慮放寬上市的門檻 也有成員提議恢復香港的投資移民計劃 以吸引更多投資者來到香港 而證券業界普遍認為應該取消或削減股票的印花稅 再來講講講新盤消息 由中洲置業發展的火炭升海提案 現在已經是現樓 今日公佈上載新修訂價單 將會增設上限4.25%代曉印花稅 以及2%優惠 負責銷售的楊聰永表示價單定價不變 而經過調整之後最高折扣增加至17.5% 如果照這樣看 減價大概都是5-6% 不是很夠力的 新價單將於三日後生效 將會視乎市場的反應 考慮最快在今週末出銷售安排 另外今日信報專欄作家呂子毅 就以圖形來分析近期香港樓市的走勢 標題就是本輪柳紅軟未見底 文章指出 不難發現樓價近半世紀的牛熊週期 可以透過樓價指數的34個月移動平均線劃分 簡單來說 如果樓價處於大型牛市上升週期 樓價指數往往可以保持在34個月平均線上運行 相反如果樓價進入熊市週期 樓價將會持續在34個月平均線下波動 而由去年2月開始樓價指數一直維持在這條平均線下運行 由於維持的時間長達18個月 可以確認樓市已經進入了漫長的熊市 未來一段以連計的時間樓價預料會反覆探底 類似1997到2003年的行程 樓市步入熊市之後最終會回落到什麼水平呢? 純粹參考之前兩次樓價熊市週期 同時以樓價由34個月內的高位以及歷史高位回落的空間觀察 可見跌幅可以由三成幾到六成幾 如果以下錯三成已經是樂觀的推算 它引用2021年9月歷史高位為起點 意味著明年第三季或之前 樓價將會較現水平大約兩成的下調空間 相當於官方樓價指數回落至278.7% 大概稍高於2003年到2019年 整個牛市升浪回調黃金比率38.2% 支持位268.4% 但現在官方樓價指數到7月份是343.4% 它認為樓價指數未能重返34個月平均線之前 樓市是沒有人走 作者是圖表派未必過過信 但我認為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另外今天有單新聞 有三名地產代理涉嫌私吞租募勇金被警方拘捕 警方說在上個月接獲一名地產代理公司主管 聲稱旗下三名地產代理由今年3月到7月間 利用公司名義及樓盤員私自在社交媒體找客和出租單位 但沒有向公司申報單位成功租出 而且私吞勇金 據指涉及的地產代理行是美聯物業 這些操守不好好難再在這個行業裡蠟燭 但幾個人夾粉食幾單租有什麼意思 就食單大 而且很容易穿一有投訴就出事 另外昨天又再發生一單因為樓而起的慘劇 單位大埔泰和村響和流 昨天有個61歲的男子 在16樓一個單位墮樓身亡 警方就上樓調查再揭發單位裏面有個女的屍體 身上有傷痕 懷疑在單位上爆發增執 隨後有人畏罪自殺 經過調查之後有消息表示 男女死者都是姓羅 分別是61歲和48歲 她們是舅父和外生女的關係 爭執的原因是因為這位女死者 案發所居住的物業 實用面積349呎 在2010年由她外婆以105萬 在自由市場保地價方式買入 現在大約升值到300萬左右 據問外婆生前曾經訂立遺囑 聲稱將業權交給求生兩人共同擁有 但外婆在2021年過世後 遺囑受益人只給了48歲的外生女 引起舅父的不滿 曾經為單位擁有權發生過多次爭執 在前晚10時多 舅父再走到案發單位吵 最終搞出人命 正所謂清官難審家庭時 為了一層樓搞到家破人亡已經很多次了 一個月前才發生遲落村 四姊妹為了一層樓讓城的火警命案 據問女死者在上個月才完成承辦手續 這件事都不知道是否破槍效應 另外真的有好戲看 華為最新手機Maze60 Pro 最近在市場上引起迴響 最重要是搭載了中芯用7納米技術製造出來的晶片 被視為中國在面對美國制裁壓力之下 依然能夠生產先進半導體的證明 我覺得這件事一點都不出奇 因為台積電現在是在做3納米、2納米 而中芯的CEO是梁孟松 和二百多個台積電的員工 是被中芯用千人計劃簽回去的 所以取得突破做了7納米出來 不是什麼新鮮東西 況且還有很多儀團 量率是怎樣都未知 而海力士都說會徹查 他是自華為被制裁之後 一直都沒有交易 現在不知為什麼會用了他廠的晶片 而在新機發布之前 彭博有一篇報導 他說中國官方資助300億美元給華為 打造秘密晶片製造網絡 以規避西方的制裁 但這件事又引起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麥考爾的質疑 他表示中芯國際可能沒有得到美國許可的情況下 供應晶片給華為 可能違反了美國對華為的制裁 搞到中芯國際今天股價跌了7.4% 而同一時間華爾街日報報導 中國政府已經禁止其機構官員在工作時間使用蘋果的iPhone 以及禁止他們將這些手機帶入辦公室 目的似乎為防止敏感資料外洩 但猛的都知道什麼事 這個消息令到蘋果的股價大跌 另外有知情者向彭博透露 中國政府正研究將iPhone禁令 擴大到政府支持的機構和各營企業 為何要選對這個時間呢 目的就是想推高華為的銷量 接下來可以再做絕一點 譬如拿著iPhone 不可以入政府部門 甚至乎不可以搭高鐵 這樣也可以 但iPhone仍然大部分在大陸做 所以可以告訴別人 奶共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我預計下一個就會輪到Tesla 美國政府會不會袖手旁觀 我覺得不會 接下來一定會有好戲看 今天要講到這裏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 按LIKE和SHARE 再開啟鈴鐺 那方便的話 鼎鼎鼎廣告